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中野区的一个小型的一户建 这个房子的土地面积比较小,只有50.65平米 同时它所在的土地还有一部分的私有道路大概在6.16平米左右 和房屋一起属于个人所有 小楼盖了三层,修盖后的建筑面积达到了81.04平米 一户建建成于2001年,今年10月刚做过内装 售价因为正好有一个折扣活动 最终标价是609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41万 还有三个卧室和一个合适 面积都很紧凑,在中野这样的地方挤一挤注意家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该一户建地理位置不错 步行中野板上站6分钟,步行至西新宿五丁木站10分钟 中野非常的热闹,有各种各样的商店 是一个富有烟火器的地方,住在这里吃喝玩乐很方便 下面呢,就随着蓬蓬小哥的尽头,让我们去这个一户建一探究竟 眼前这个就是今天要看的一户建外观了 虽然不好华,但非常的干净精致 圣诞将至,房屋还被烧烧做了圣诞装饰,非常的可爱 玄关的左手边是鞋柜 右边是穿衣镜 往里走是个精致的厨房 粉色的橱柜非常的少见,让整个屋子显得秀气,灵动了许多 地面上的这种板子也是用来储物的 之前有在其他视频中科普过啊 侧边墙壁的柜子里也可以存放不少的东西 这个厨房看来很适合移情期间使用 旁侧有个合室 合室因为直通门外阳光不错,可以给老人居住 也可以给主人喝茶休息使用 合室的外面有个小院子可以直接出去 另外一次的小房间是个带洗手池的卫生间 虽然很小,但是镜子植物架和洗手池都安装在了侧边 具备着完善的功能,还不占地儿 一楼就是这样了,再去二楼看看 二楼有个同样的卫生间,方便使用 旁边的房间是灌洗室,洗衣间和浴室 别说,这两个房间的面积还真不算小 就是装修有一些老实 浴室所有的物件都是防水的 可以淋浴或者泡浴,方便极了 二层的另一边是一个合室 改了一部分地面铺了地板 在传统的日式房间上做了一些改良 衣柜也很有趣 一半是公寓衣柜,另一半是合室衣柜的大后板隔断 这个房间带一个小阳台 看出去外面环境精密,是妥妥的生活区 最后再去三楼看看 三楼全是卧室间,足够人口比较多的家庭使用了 无论是多大的房间,都留出了足够宽敞的空间储物 包括走廊 楼梯的上方空间也没有闲着,都做成了储物柜 最里面的房间是主卧,两面采光 另一侧墙里也同样的是储物空间 大量的储物空间可以使得房间的其他部分看起来更简洁 这个主卧带一个很袖珍的小阳台 看出去的视野还算广阔 好,那今天的三层小型一户建就看完了 就是用肚上来说,性价比很不错 三层都有卧室,方便一家不同年龄层的家人入住 当然由于位于价格较贵的中野住宅区 这样的房屋难免有些逼着 住惯大房子的同学看起来可能会有些不大适应 你觉得怎么样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